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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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常识 就读不懂文言文 不能准确解读字词句篇的含义 不能领悟作者潜词造句的深刻用意 就无法真正理解周术人 自己的词语库积累不足 语言干瘪 卓语表达 词不达意 自然写不出好作文 解决了词语积累理解与运用的难题 就不会怕这三怕了 有人说 词语丰富的程度 与思维的深刻丰富是相辅相成的 积累词汇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关键 中学生学语言主要就是扩充语汇 增强运用语汇的素养 可见这个单元的学习词语积累理解 与运用的方法十分必要 这个单元要学什么 应该怎么学 请同学们一起阅读本单元的单元岛语 圈化重点词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话写文章离不开词语 如同盖房子需要砖石一样 词和短语就是语言表达的砖石 我们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平时多读多记 积累尽可能丰富的词语 形成自己的词语库 词语库充实了才有选择的余地 才能更好地发挥语言的表现力 积累是为了运用 要让词语库中的词语活起来 就要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 能对词语进行比较 辩析根据表达的需要恰当的选择和使用 本单元围绕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 开展学习活动 要了解汉语词语的特点 通过多种方式积累词语 学习辨析词语的方法 把握词语变化的规律 认识古今汉语的联系和差异 结合词语的特点 探究语言表达中词语选择的艺术 提高理解和运用的能力 在这里 把词语比作专实非常贴切 词汇就像建筑材料 只有积累的足够多 才能修造高大的建筑 只有建筑材料质量过硬 设计运用巧妙 造出的房子才会坚固 美观有创意 语文核心素养中的语言的建构与运用 也使用了建构这个词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 是语文四个核心素养的基础 贯穿了我们语文学习的方方面面 起到了枢纽的作用 本单元的内容 在高中语文课程中属于语言积累 梳理与探究任务群 这个任务群 旨在培养学生丰富语言积累 梳理语言现象的习惯 在观察探索语言文字现象 发现语言文字运用问题的过程中 自主积累语文知识 探究语言文字运用的规律 增强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 提高探究发现的能力 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 增强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 想要完成这个单元的任务 我们这个单元要怎么学习呢 请同学们迅速的阅览 咱们第126页的学习活动 了解本单元三大学习活动的目标和内容 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非常的丰富 包括了汉字、词汇、语法、修词等等 涉及语音、语意、语法、语用等多个层面 而且关注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和区别等 我们了解了单元目标与内容 那么高中的词语学习 与小学、初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请你说出20个描写人的外貌出色的词语 你的词语库的库存够吗 请大家结合这张幻灯片 思考讨论 如何才能有效地积累这些词语 有同学会说 这些词都是写人外貌的词语 我们应该先明确词语的意思 然后依据不同的特点来分类 比如说单音词、多音词 像美和美丽 还有潇洒英俊 还有我们的褒语词、贬义词、中性词 虽然都是描写外貌的 但是有一些词含有贬义 另外还有书面语、口语 描写对象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描写美男子 有的描写美女 另外描写的角度 有直接描写 有通过人的感情、感受、侧面描写 还有修辞手法运用的不同 我们中国的语言太丰富 太有表现力了 想夸一个人长得漂亮 不会是只有perfect、beautiful、pretty、lovely 这样几个词可以用 我们有成百上千的词语 可供选择 40年代有一部美国电影 叫做Basing Beauty 如果执意的话 叫做泳装美女 电影在中国上映时 中国的译者给她起了一个 好听的中文名字 出水芙蓉 既含蓄典雅 体现中国人的文化品位 又符合剧中女主角 游泳教师的身份 显示了翻译者 高超的语言运用的能力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分小组 设计几个学习活动 比如收集诗经、处词、汉乐符里 描写美女外貌的词语 并做梳理分类 也可以设计 也可以设计一个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词语的 专题学习活动 同学们现在已经进入高中 学习语言的要求 比小学初中时更高了 语言梳理与探究任务群 对高中生语言学习的要求 有这样三条 从积累到建构 从语感到语理 从零散到结构 从积累到建构 指的是积累书里 要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 持续地进行 建构语言运用规律和个人语言体系 从语感到语理 是说要发展语感 把语言现象上升到语言规律 培养语理 发展语言运用的自觉性 从零散到结构 说的是将零散现象、知识整合起来 形成结构化知识 本单元由三个学习活动 和七篇学习资源构成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浏览本单元的内容 思考 本单元的内容有什么特点 我们应该怎样学习这个单元 为这个单元学习做好准备 今后的语言学习要怎样展开 有同学这样说 我们要复习书里以往学过的词语知识 包括汉字的演变 造字法 词意知识 修词 语法 文言现象 文化知识 文言虚词 为单元学习做好准备 我们的不编版初中教材当中 有较为完备的词性短语搭配 单复句 修词等等知识的短文 请同学们做整理 还有同学说 我们要反思自己词语积累疏理 词语辩析的方法是否正确 学习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及时改进 有同学说 学习词语要贯穿于我们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中 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有语境意识 要有积累、梳理、提炼、整合、固化 以及自觉运用的意识 同学们说得都很好 我们要梳理以往的语言知识 更应该及时调整改进语言积累探究 与运用的学习方法 为本单元的学习 乃至整个高中的语文学习做好准备 语文学习是要从言语入手 让学习回归到言语行为本身 是要浸润在那些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 深厚的文化内涵的言语作品中 去发现问题、探究规律 语境是我们用语言交流思想感情的 内外条件的总和 在其他单元都要有自觉积累探究 及自觉运用的意识 词语学习是贯穿于我们的 语文学习中的每个单元 每种文体都离不开词语的积累 理解与运用 比如第一单元第二课 郭沫若的诗 立在地球边上放豪 这个豪字是多音字 它的读音到底是放号还是放豪 要根据它的意思去断地 再如百合花当中 它执拗地低着头 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 这个钉字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效果是什么 第二单元 诗经浮语当中 采 有 多 撻 结 斜 这里有六个动词 其中四个跟手有关 两个跟衣服有关 这个六个动词的意思搞懂了 整个劳动的画面就呈现在眼前 就能够理解这首词的内容了 还有第三单元的归原填居其中 鱼柳印厚颜 如果改成鱼柳重厚颜 印换成了重 一字之差 句子的意思是否有变化 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 学习第四单元家乡文化生活 我们可以做一个关于家乡方言的调查报告 单元任务理由学写人物质 那么写人物质时 必须明确人物质等应用文编写的语言要求 第五单元 乡土中国 要注意社会学领域专门词汇的理解 以及学术著作的语体色彩的体会 学习第六单元 要积累劝学诗说中的虚词 而知其焉等的语意用法 理解大量识词的意思 掌握不齿相诗 齿的异动用法 爪牙之力筋骨之强的句式特点等等 而反对党八股 拿来主义虽然都是议论性的文章 但二者的语言特点却远然不同 第七单元中 散文的语言一定要细品 月下的荷塘 荷塘上的月色 清静悲凉的故都的秋 地坛波石 淡退 摊痞 散落的景象 赤壁腹中 除了时需词理解 文艺把握 还要了解 人虚的甘之纪念法 旺朔的含义 等等文化常识 看来 语言学习确实存在于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中 每个单元 每个专题 每个活动 都离不开语言的学习 本单元 有三个大的学习活动 需要大家去实施落实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小组讨论 针对这个单元的学习活动 同学们有哪些实施的具体策略和建议 全班八个小组 一二三组讨论第一个学习活动 四五组讨论第二个学习活动 六七八组讨论第三个学习活动 现在你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好 同学们 讨论交流之后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第一组的汇报 学习活动一 比较多 所以咱们可以分三个小组来回答 学习活动一 丰富词语积累 了解词语家族 让积累更有效 同学们设议了这样的一些活动 小组讨论 设计表格 按类别为词语分配住房 二 小组讨论 提高词语学习的有效方法 有哪些 三 积累梳理 交际中常用的牵境词 给牵境词分类 梳理这些词语的适用对象 和应用情境 第二个小组 充分利用成语宝库 同学设计了这样的活动 一 组织成语竞赛 每日成语接龙 班级或年级的成语大会 二 按成语的出处分类整理 比如出自于论语的成语 第三 辨析成语中的多音字 多语词 学习成语中保留的古代汉语词汇 语法 文化现象等 第四 搜集媒体误用频率较高的成语 分析错误原因 第五 以成语中的酒 竹 旗 欲 年 节气 礼仪文化为题 写一则语言 闸记 第三组的策略 关注新词语 让语言鲜活生动 设计了这样的活动 一 搜集整理新词语 结合单元资源 分类整理 讨论新词语产生的途径 二 梳理体会新词语中的时代特征 探究新词语中包含的信息 体会其中反映出的社会变化和文化现象 三 界定新词语的概念 讨论新词语的适用范围和选用标准 保护我们的语言环境 学习活动二 把握古今词语的联系与区别 同学们整理了这样的一些活动 一 整理初中及必修上文言文中常见的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制作积累卡片 梳理归纳 二 阅读学习资源中的文章文段 总结词语 隐身及词语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 设计表格 梳理归纳 总结形声字形旁的表意特性 借助形训在语境中推断文言词语 好 我们的第三个学习活动 词语的辩析和词语的使用 咱们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策略 一 结合第七单元的散文 第一三单元的诗歌 小说 第六单元的议论文 体会文学作品练字的妙处 二 体会词语的感情色彩 把握语体色彩 未有问题的通知 广告 启示 邀请函 申请书等改错 三 结合阅读 学写批著 随时积累品评 好词好聚 赏悉著名作家 比如鲁迅 老舍 沈从文 孙黎 汪曾祺等人的语言风格 学写语言杂记 同学们的设计很丰富 有创意 可见大家已经了解了本单元的学习目的 以及内容 也已经明确了我们要怎样去学习这个单元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元的作业 首先 书里已有的语言知识 为后面的学习做好准备 第二 选择一两个学习活动 进行专题探究 在本单元接下来的学习活动中 希望同学们积极参与 合作交流 在跟随老师学习的同时 不断完善同学们自己设计的活动策略 及时落笔固化成果 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并将本单元学到的方法 运用到今后的语文学习中去 这节课 我们明确了本单元学习的意义 目标与内容 探讨了语言学习的有效方法 为单元学习任务的开展 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让我们一起走进本单元的学习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语文老师于爽平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70周年阅兵 授阅部队方阵正步走过天安门 是128步96米 每步75厘米 10步就是7米5 这跟北京市高中男子跳远记录差不多 世界记录都快9米了 这奇迹还没有人跳得远 真能算是宝马吗 几个感兴趣的同学 查询了资料 很快就有了答案 步是中国旧制的长度单位 300步为一里 一步等于五尺 古人的一步 大约为现在的1.3米 我们学过百步穿阳 五十步笑百步 五步一楼 十步一格 都是用步来表示长度的单位 不过古人的一步 距离要比现在一步远一些 《红楼梦》第三回 林黛玉进甲府中 有这么几句话 那教夫抬进去 走了一设之地 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 后面的婆子们都下了轿 赶上前来 这里的一设之地也是距离单位 筑节写道 一设之地大约150步 按现在的步的意思来理解 150步已经是挺远的距离了 但按古人的一步五尺来计算 黛玉的教子进了甲府 还没到正厅 就走了将近两百米 理解了古代长度单位不 这甲府的不同繁俗 富贵非常的特点 就更加凸显出来了 这时候又有一个同学提问了 如果一步是1.3米 那古人要怎么走路啊 难道要跳着走 跨大步走 匹刹走 当然这个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同学们想起来 我们的课文里有 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这样的句子 教材筑节写 古人跨出一脚为魁 跨出两脚为步 所以古人一步1.3米 是现在的两步 古人迈出一步 大约是65厘米 还是比较正常的 步是一个会议字 第一个是后期甲骨文 这个字上面画的是左脚的脚趾 下面是右脚的脚趾 第二个是金文 直接画了两只脚的形状 第三个是转书 基本把线条拉直 就很接近现在步子的写法了 现代汉语中 人们还经常会用步来表示距离 不过一定要知道 现在的一步只是古人说的半步 古人的一步是我们现在的两步 看来虽然字形没变 但词意是有变化的 不能以金律骨 古代与现代的词意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请同学们打开教材第130页 学习资源语言的演变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李书香先生 他用深入显出的语言 让大家领略词语变化的玄机所在 请大家先明确我们需要完成的两个小任务 先按下暂停键 认真阅读 提取有效信息 任务一 第一部分 邹记讽齐王纳健的例子 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 其中意义有所不同 用法有些两样的就有三种情形 指的是哪三种情形 了解了这三种情形 对我们阅读文言文有哪些启示 任务二 是完成下面的表格 总结一下古今词汇变化发展的特点 好 我们先来看任务一 第一部分 邹记讽齐王纳健的例子 说明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 这里所说的三种情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哪三种情形 第一 意义没有变化 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 例如行 形象 镜 镜子 窥 窥探 第二 意义没有改变 使用受到了限制 如 者 又 于 第三种 古时的意义现在已经不用 例如 修 弱 耻 古代汉语中 从词的语言形式来分 有的词是由一个音节构成的 一个字就是一个词 单音词要比多音词数量多 单音词占优势是古代汉语的特点 从单音词向双音词的过度发展 经历了一个从语词变多词的分化过程 这样不断发展 双音词越来越多 逐渐取代了单音词的优势 白话文和文言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表现在词译上 有些词的古意一直沿用下来 这类词对阅读文言文不会有妨碍 理解和掌握也不会有困难 另外有一小部分词语 文言文理虽然常用 但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 白话已经不用 这部分词虽然我们比较生疏 但通过查字典就可明了 不会造成妄文生意 曲解文意的错误 所以关系也不大 可是词译没有发生变化 以及不再使用的词 在汉语中所占比例很小 大多数文言词汇的词译 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想要读懂文言文 必须掌握大量古今意义的文言词汇 了解古今词译的区别和联系 尤其是对那些字音字形相同 而意义用法却已经变化了的词 了解语言演变的情况 给我们的启示是 古今语言是不断变化的 要注意语意语法等方面的变化 不要以金律古 现在我们来梳理语言演变的情况 完成所给的表格 语言的演变译文 关于古今词译的变化 是从词语的消失与出现 词译的变化 事物名称的变化 三个方面总结的 我们先来看词语的消失与出现 就词语消失 诗经当中的马 有很多的名字 有按颜色分的 色纯的色杂的 名字都不一样 现在还用的斑驳的驳 是一种颜色中 杂有别色的颜色 花花哒哒哒的样子 有按部位特色分的 有按马的马踪 在身上的突出色彩分的 有按品种性质分的 我们所说的骄傲的骄 是马的一种 是一种高大的马 再看看新词语的出现 和外来语的渗透 像椅子 凳子 桌子 都是单音词变成了双音词 而外来语 有民主 科学 这是新概念的进入 沙发 巧克力 樊士林 这是一音 啤酒 芭蕾舞 是一音 加上旧有的词语 下面我们来归纳一下 文中介绍的 词译变化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 词译的扩大 文言文中 某些词的原有意义 比较狭小 后来它的意义有了发展 所指称的对象范围扩大了 范围应用比原来广泛了 这种现象叫词意的扩大 一般说 这种扩大具有从个别到一般 从部分到全体的特点 例如 江 和 便是由专名 变成了通明 又如 得更求好女的好 原来专指女子相貌好看 不涉及品德 现代汉语中的好 可以泛指一切美好的性质 对人 事 物 都可以修饰限制 第二是词意的缩小 文言文中 词意的缩小 指的是古译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变化 逐渐变得狭小的现象 这种变化主要包括 词意范围的缩小 词意意象的减少等 如秀 文言文中表示气味好坏都可以 现在只表示坏气味 再例如虫 原是动物之通明 古代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称虫 老虎叫大虫 老鼠叫老虫 而现代虫的范围缩小了 一般直指昆虫 第三 词意的转移 古汉语中有一些词意 随着历史的发展 由原来表示的对象 转移为另一种对象 这就叫做词意的转移 词意的转移可以是 译词由表示假事物 变为表示已事物 也可以是动作 范围或词性的转移 有些词的字形相同 而词意不同 比如牺牲欲博 佛敢家也的牺牲 本指做祭祀用的牲畜 现在已转换为表示 为了正义的目的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或利益 又如偷字的古义 是苟且 马虎 刻薄 不厚道 后来转移为偷窃 第四种 是词意的弱化 在词意的转移过程中 有一些词所表示的意思的程度 减弱了 比如狠 原意是违逆 心狠 残忍的意思 现在只用作副词 意为非常 表示程度较高 语言的演变这篇文章 没有提到词意的加强 其实在词意的转移过程中 还有些词的表现的意思 程度加强了 比如猪 是言字旁 原意为谴责 讨伐 后来就不止停留在口头上的惩戒 转而到行动上 变成杀戮了 其实 词意的弱化与强化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转移 有一些古汉语教材 把词意的加强和减弱 都放在词意转移里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事物名称的改变 词语替换 单因词 变多因词 比如说 原本的单因词 耳 现在叫耳朵 鼻是鼻子 或者呢 换成了另外的一些单因词 比如说 行变成了走 面变成了脸 有的时候 还会因为忌讳 而引起一些变化 比如说 长虫 是蛇 大虫 是老虎 老虫 是老鼠 这些都是人们恐惧 厌恶的事物 不愿意直接说出它的名字 就用了其他的名称 再有 解手 出功 是避免难听的 委婉的说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依据语言的演变 完成的表格 归纳词意变化的规律 请同学们 迅速地浏览 127页的学习活动 知识短文 把握古今词语的不同 对比语言的演变 看一看 关于词语变化发展的情况 还有没有需要 补充的内容 有同学会说 在知识短文里头 有一个词意感情色彩的变化 确实是这样 大家在表格的词意变化项下 增加一条词意感情色彩的变化 古汉语词意在演变的过程中 褒贬意义 互相转换的现象 叫做词意感情色彩的变化 有的褒语词会变成贬义词 有的贬义词变成了褒语词 有的中性词变成了褒语词或贬义词 例如乖 古识只偏执 不逊顺 为贬义 比如林黛玉进贾府当中 行为偏僻性乖章 而现代汉语中 则用来形容人听话安顺 又如 棒鸡于世朝中的棒 古译是议论批评他人过时 是中性词 金译是恶意重伤的意思 是贬义词 例如浑浑噩噩 古识用来形容人 浑厚严正 是褒义词 浑浑是浑厚的意思 恶恶是严肃的意思 现在 汉语当中 则用来形容人 浑浊无知 愚昧糊涂 是贬义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词译变化的几种情况 看一下这个表 好 我们 来做课堂练习 梳理一下教材128页所给的词语 依据词译变化的情况 利用表格为他们归类 然后同学们之间互相交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词语 菜 公 睡 和 瓦 秀 勤 汤 走 去 走狗 丈夫 勾心斗角 闭门造车 粉末登场 道貌 黯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变化的情况 扩大的有菜 睡 和 瓦 缩小的有功 秀 琴 转移的有汤 走 去 救孤 丈夫 勾心斗角 感情色彩变化的有 走狗 闭门造车 粉末登场 道貌黯然 我们学习了语言的演变 把握 古今词语的不同 了解了词语演变的基本情况 现在我们要固化学道的知识 请同学们运用学道的知识 在具体的语境中 准确地理解词语 避免已今滤古 下面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完成任务单上的课堂练习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词语的变化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环林也 这里的恨是遗憾的意思 小大之欲虽不能查的欲是暗箭 金就利则利的金是金属的刀斧 七月寄望是农历的十五 刺北谷山下的刺是亭柱 黎明几起撒扫亭厨 厨是台阶 洞房昨夜亭红竹 待小堂前拜旧姑 旧姑指的是公婆 子鹿从而后遇丈人 丈人是老年男子 挥手自自去 潇潇斑马鸣 斑马是离群的马 天下云集响应的响 是回响回声 七七不似向前生 向前是之前以前 纵一尾之所如 如是去和往 甲州吉者非能水也 这里是借助和游泳 去国怀乡的去 要讲成离开 向无不为私意 则久以病以 病是困苦不堪 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成语的意思 不期而遇的期 是约定时间 动若关火的动 是透彻 登峰造极的造 是道和去 不肃之客的肃 是邀请 阙之不公 是拒绝 屡试不爽的爽 是插错 穷且意间 穷在这里是困疚 赴汤导火的汤 是热水 不堪之论的堪 不是堪灯 是删除 博文强智的智 是记 忍辱偷生的偷 是苟且 青红皂白的皂 是黑 权宜之计的权 是赞且 金科玉律的科 是条文 请大家核对答案 如果有错误 请及时反思 错误原因 并且及时的定证 我们今天的作业 回去以后 请大家搜集 整理媒体误用频率 较高的成语 不少于20个 请正确理解 成语的意思 并分析 媒体误用的原因 写一篇语言札记 今天 我们归纳了 词译演变的基本情况 大家在今后的 文言文学习中 要有积累的意识 和梳理的习惯 在零散的语言材料之间 建立关联 寻找规律 好 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的 语文老师 余爽平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高一必修上 第八单元 古今词译的联系与区别 探究一词多译 请大家一起来阅读 校文学社 征文活动 总结发言稿 本次活动 得到了广大同学的支持 共收到读书 共收到读书故事 读书经历 读书心得等来稿 200余篇 我仅代表 语艳文学社 对所有投稿的同学 表示 敬谢不免 大家看看 在词语使用上 这段话 有什么问题 同学们很快就会发现 敬谢不免 是用得不合适 敬谢不免 这个成语 为什么会被误用呢 关键是 使用者不理解 谢的意思 谢在这里 不是大家常说的感谢 而是推词拒绝 我们常见的 谢绝参观 和成语 闭门谢客 也是这个意思 同一个字词 怎么会有差别 这么大的两个词意呢 这两个词意之间 有什么关系 这就要从谢字的本意 也就是原始意 说起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图 谢的本意 是古代年迈的官员 辞职谢任 比如说谢病 谢直 那么 继续延伸 成为拒绝 推辞 因为不能继续效力 进一步隐身 为辞别 道别 要离开职位了 往这边隐身 隐身为感恩 是感谢恩准 得以离开 进一步隐身 又成为了谢罪 是因为抱歉 不能继续为朝廷效力 再有从年老离开的意思 比喻隐身 成为谢事 离开尘世 也隐身为凋落 就像花结束开放 凋零 离开之干 看似毫无关系的感谢和拒绝 这两个意向 内在却存在着这样的联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 古汉语词汇中的 译词多译现象 上了高中 常听到同学们抱怨 文言文太难学了 满篇的字都认识 就是拿不准写的是什么意思 常见的汉语 汉字大概是两千个 但即使认识了两千 甚至三千个字 也不一定能理解词译 理解文章 因为文言文中 一个词往往不止一个意思 有的词会对应多个含义 这就是一词多译 所以阅读古诗文的时候 必须注意结合语境 准确理解多译词的含义 请同学们打开教材一百二十七页 解释立一中的诀 语与立二中的信 在各句中的意思 并思考这些不同意象之间 有什么关联 请大家暂时按下暂停键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练习 语 甲州吉者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 绝是横渡的意思 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 是偏远的意思 奇山一水 天下独绝 是独一无二的意思 至于下水相灵 严肃阻绝 这个绝是阻断隔绝的意思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这个绝是急 大雪三日 湖中人鸟声聚绝 绝是断绝 同样是绝 有不同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六个意象之间 有什么样的联系 绝字在经文当中 是这样写的 左边是两束丝 右边是一把刀 本意是断丝 引申为一般的断绝 后来由断绝 引申出了近 尽头之意 如绝处逢生 绝境 又由尽头 引申为修士语 表示到了极点 不能再超越 或继续的意思 比如说绝顶 再后来 又由尽头极点 引申作父子 表示没有余地 比如绝无此意 绝不罢休 绝无仅有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信 与朋友交 而不信呼 这个信 是诚信守信 愿陛下亲之信之 是信任相信 额尔 谢玄 怀上信志 是信使 送信的人 烟桃威芒 信难求 是确实 的确 低眉信手 叙叙谈 信是任凭 随意 半封经信 半提诗 信 是信函 和书信 同学们再看一看 信 这六个意象 有什么关联 我们借助 信的古字 信 是会议字 经文的信 写作 一人一口 指的是 人口中 说出来的话 信的本意 是成 语言真实 所以 诚信 守信 咱们的第一个意象 用的是本意 因为诚信 所以可以信任 我们的第二个意象 就是 值得信任的人 可以如实地 传递信息 就成了信使 信使送来的是 记载着真实情况的信函 所以 第六个意象 是信函 信息是确实的 第四个意象 就是这个意思 在说文 古文二当中 把信 写作了 这个样子 从言 从心 表示 言从心出 要心口如意 心口如意 所以信手 就是手 随着心意去做 就是任凭 随意的意思 信手 续续谈 虽然六个句子里的信 解释不同 但每个意象 与词的本意之间 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大家看到 多译词的词意 与本意之间存在着联系 学习文言文的多译词 不能靠词迹背 必须结合语境 联系词的本意 进行推断 所以我们应该了解 词意 隐身的规律 请同学们翻开教材 137页 阅读学习 学习资源 资料摘编 一组 二 圈化重要信息 了解词意的隐身意 与本意的关系 王立先生这样说 抓住了词的本意 就像抓住了这个词的纲 纷繁的词意 都变为简单而有系统了 对本意有了体会 对于某些词意 可以推想而知 而且也可以了解得更透彻 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词意隐身的规律 所谓词的隐身 指的是在词语的发展过程当中 由词的一个意义 产生出另外一个或几个 与之有关的意义 词意隐身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辐射式的隐身 即由一个意义 向各个不同方向的隐身 第二种方式是链条式的隐身 由甲意隐身为乙意 又由乙意扩大隐身为秉意 这样一环套一环的隐身 我们先来看一看辐射式的隐身 结本意是竹结 但是后来用于树木 是指木结 比如盘羹错结 用于动物 指的是动物的关节 比如说笔结者有见 用于时日则为结气 比如十二度二十四结 用于音乐则为节奏 比如垫头银币积结碎 用于社会政治则为法度 礼不于结 用于道德方面则为节操 实穷节乃限 用于动作则为节制节省 节用而爱人 同样是一个结 由竹结的意思 隐身出七种不同的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辐射式的隐身 这种隐身的方式很灵活 同一个本意 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联想 因而就有各种不同角度的隐身 再来看一看第二种方式 链条式的隐身 例如腰 楚灵王好事细腰 阴姿装摆鱼里腰之 腰它是腰的古字 撰文写成这样 也就是一个人两手插腰 说文称腰身中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腰 那么由腰身中的特点 中间引申出了半路拦截 再往后是半路拦截 就是腰斜 腰斜进而引申为求德 需要等一项 如果画成图 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隐身方式的特点 就是其中一个意义 只和它相邻的两个意义 又直接联系 而与其他意义差得较远 以腰为例 需要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意义 它和腰的意思 乍一看来毫无关系 但只要我们找到 它们之间的中间环节 就能清楚地看到 其间此意隐身发展的脉络 辐射式和链条式 这两种隐身方式 不是截然分开的 例如药 除了从中间的上述意思 隐身外 还可以从别的角度 隐身出别的意义 比如重药 如药质 减药 如药盐不凡 药领 约定等等 我们从半路拦截的意义 又可以隐身出 邀请的意思 比如 陶渊明的 桃花元祭 便邀还家 这又是辐射式的隐身 如果用图形表示 也可以由一个词意隐身的 竖形图 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药的隐身 有链条式的 有辐射式的 我们在语言运用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词语 如果比喻意和借贷 产生的词意用得很普遍 约定俗成而形成固定的词意 那就也可以看作是词意的隐身 比如干戈 指战乱 崩指帝王死 手足比喻兄弟 用虎口比喻危险境地 甚至有些词如顶沸 骨弓 现在普遍使用的 就是比喻隐身之后的意思 原本的意思已经鲜少见到了 请同学们思考归纳隐身的规律 我们一起来总结 词意隐身的一般规律 词意的隐身 它应该有相似 相关 相因等关系 从形貌性状相似 功能作用相似 方式情态相似 主观感受相似 去隐身 也可以由假事物对乙事物具有标志作用 借动作行为来指代 借性状特点指代来隐身 还可以用因果关系 条件等逻辑关系来隐身 词意的隐身 通常是由具体到抽象 由个别到一般 由实词到虚词 古汉语的连词和介词 有不少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 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就是词意的隐身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背的含义 背清多年冷似铁 这个背是背子 双背群雾秋 风飘大荒寒 这里的背是覆盖 再有 背以不辞之伪名 这里的背是蒙兽 而下一个背 信而建仪 忠而背茫 现在是用来表背动的 借词 背清多年 这是背是 他的本意 而双背群雾秋 这里是隐身为覆盖 背以不辞之伪名 是隐身为蒙兽 再隐身后 就成为了借词表背动 所以我们看 忠而背茫的背 是由识词 虚化而成为的 要被动的借词 还保留着一点蒙兽的意思 这就是由识到虚 过渡的痕迹 识词虚化的例子 还有很多 比如说动词会 原本是会合会见的意思 虚化为借词 适逢 比如咱们的会天大语 就是用的这个意思 另外动词以 是任用使用的意思 比如曲原的涉疆中有 中不必用兮 咸不必以 这里的以 本来就是动词的意思 后来虚化为借词以 讲成了用和凭借 请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 随时积累 虚词数量较少 但每个虚词的用法 却很灵活多变 同学们要养成 随时积累梳理归类的习惯 制作虚词的积累卡片 辨别虚词 在语境中的意义和用法 见得多 记得多 想得多 用得多 逐渐就能掌握规律 准确理解 一词多意现象 在汉语当中 非常的普遍 阅读古诗文的时候 要结合语境 准确地理解 一词多意 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 我们要有积累的意识 和梳理的习惯 在零散的语言材料之间 建立起关联 发现规律 由语感上升到语理 请同学们从所学的古诗文中 再梳理一些 一词多意的例子 大家在积累梳理的过程中 要思考 探究 一词多意的多个意象之间 有什么关系 认识词语的包容关系 词语的分化 在特定语境下 隐身等词语演变发展的规律 这样就更容易准确理解词语 在特定语境下的准确词语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我们的任务单 按下暂停键 总结一下 朝 到 当 见的练习 看一看它们的用法 一词多意的含义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朝的用法 我们可以先回忆 这个学过的意象 写出对应的句子 朝可以讲成早晨 比如 朝服衣冠 朝闻道 稀死可以 还可以讲成 早起上朝 朝见 朝拜 比如 相如美朝时 常称病 不欲与连颇争列 还可以讲成 官员们上朝的地方 比如 于氏 入朝 见威王 还可以讲成 朝代 比如 折戟沉沙 铁未销 自将磨洗 任前朝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根据 所知道的意象 推出来 所学的 字句 再来看一下 当 我们可以写出 词语在不同语句中的意象 比如 当之无愧的当 是成当成寿 当蒋帅三军 是应当 金当远离 是江耀 木兰当护之 是对着 向着 当此时 朱俊宪 苦勤力者 这里是正直 正当 锐不可当 是敌党的意思 另外 我们也可以 先想一想 自己所知道的意象 再根据 所给的句子 去推断 词的意思 比如说 会天大语 道不通 是道路 法无道 诸报秦 是道义 策之不以其道 是方法 不足为外人道也 是说和讲 另外 我们还可以 综合积累 梳理 剑的用法 比如 中剑力拉崩倒之声 是夹杂 力有剑 是一伙 另外 又和剑烟 是参与 赴月 举于板柱之间 是中间 奉命于危难之间 是七间 公雀万间 都做了土 是量词 遂与外人剑阁 是剑阁隔开 又剑令 吴广之刺所旁 这个剑 是暗暗的 词的多个意象 不是零散的 孤立的 而是有序的 成系统的 彼此之间 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希望同学们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能够把握 多一词 常见意象之间的关联 固化落实 已有的文言词汇 并在今后的文言文学习中 运用学到的知识 以简 欲凡的 进行 理解 记忆 我们今天的作业 请大家回去以后 自主积累 书里学过的 文言文中的 实词 虚词 一词多意的现象 比如这样的一些 词语 实词 虚词 整理 归纳 好好的 记忆 好 今天我们归纳了 一词多意 词意隐身的 基本情况 大家在今后的 文言文学习中 要有积累的意识 和梳理的习惯 要在零散的 语言材料之间 建立关联 寻找规律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的 语文教师高杰 今天 咱们来跟随成语 学习中国文化 成语是汉语的 活化石 不仅在语言层次上 吸收了汉语言的 各种精华 还以 简洁 精辟的形式 承载着 丰富的 文化内涵 大量的成语 出自传统 经典著作 表达着 脏体 人伦善恶 境界高下的 价值观 堪称 中华文化的 微缩景观 不断积累 梳理学过的 成语 是语文学习的 一项重要内容 同学们 可以在 以往积累的基础上 进行 梳理整合 对 成语的 来源 类别 特点 以及 保留的 古代汉语词汇 语法的特征 进行考察 尤其 要对其中 蕴含的 丰富的文化信息 进行探究 以更好的 理解 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 精神的来源 从而 来增强 我们民族的 自信心 和自豪感 接下来 我们就 走进 成语世界 共同探究 成语的 文化魅力 要想 了解 成语的 意义 首先 得弄清楚 成语的 起源 我们先 看一看 成语的 来源 有哪些 请同学们 从积累的 成语当中 考察 其出处 总结 成语的 来源 然后 和全班同学 交流 分享 让我们来 看一下 同学们的 举例 比如 有出自 神话传说的 像 夸父竹日 女娲捕天 精卫填海 开天辟地 等等 那这一类 成语 它表达了 古人 认识自然 支配自然 甚至改造自然 的要求 反映出 古人 敢于与 自然争斗 无私忘卧 奋斗不息 的精神 出自 预言故事的 成语 有 狐甲虎威 客舟求剑 守株待兔 朝三暮四 等等 通过 小的 预言故事 表达 对社会现象 或某些 行为的 反思 这些 成语 不仅具有 文学的价值 而且 具有 丰厚的 思想内容 我们中国人 许多卓越的见识 往往 蕴藏在 预言之中 这些 出自预言故事的 成语 不仅 蓄味 无穷 还可以带领 我们 领悟 无数的 势力 我们再来看一看 出自 历史典故 的成语 有 文姬齐武 破釜沉舟 赴京请罪 纸上谈兵 三顾茅庐 等等 通过 历史故事 像 祖替 文姬齐武 项羽 带兵 旧赵时 义武反顾 破釜沉舟 连颇 赴京请罪 赵阔 纸上谈兵 诸葛亮 三顾茅庐 表现了 历史人物的精神 或者 做事的态度 传达出 古人 对 人格品质 精神气质 文人处事 等方面的思考 那还有一些成语 出自 文人作品 大家所能想到的 有 文质彬彬 升堂入室 不耻下问 任重道远 杯水车薪 等等 还有一些 是 外来文化的成语 比如 像 响入飞飞 心花怒放 火中取栗 物净天泽 等 那随着社会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些 新生成语 比如说 白手起家 分秒必争 便废为宝 等 还有人民群众 自己创造的 像 大海捞针 另起炉灶 三三两两 大刀阔斧 等等 那 从以上 对成语来源的总结中 我们发现 古代的经典著作 是汉语成语的 重要来源 越是有名的著作 产生的成语 就越多 根据成语探元词典统计 出自诗经的成语 有177条 出自论语的成语 有173条 出自孟子的成语 有136条 另外 还有成语 大量出自 像春秋三传 庄子 史记 汉书 唐诗 宋代诗词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蕴含在这些成语当中 同学们 你们在学习 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 也可以对这些 出现的成语 做一下整理 语言文字 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系统 一种认识工具 它更是一个民族 认识世界 阐释世界的 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 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结晶 我们在掌握成语意义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汲取着 成语中蕴含的 中华文化 价值观 哲学思想等重要的民族文化养分 那下面呢 咱们就以几个角度为例 来尝试着探究 成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我们来看下面的活动 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 从内容方面 对你已经掌握的成语 进行分类整理 每个小组呢 选取一个角度 试着来探究某一类成语 反映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 并且呢 咱们在全班 所以交流 分享 咱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我们看一看 这些成语 自强不息 卧心肠胆 招前吸涕 历经图治 等等 那成语 自强不息 出自周易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意思是 自然的运动 刚强 净见 相应的 我们君子的处事 也应该像天一样 自我力求进步 刚毅坚拙 发愤图强 不能懒惰成性 后来 这个成语 就指 自觉的努力向上 永不松懈的精神 成语 招前吸涕 出自易经 君子 终日前前 吸涕若利 无救 那 终日前前 这四个字啊 指整天都是干光明正大的事 吸呢 是晚上 吸涕若利 是说 每晚上都要警惕 反省自己 如临危境 那这个成语呢 就形容人 一天到晚 勤奋 谨慎 没有一点 疏忽 懈怯 我们再来看 成语 卧薪 尝胆 出自史记 岳王勾建世家 上面记载说 岳王勾建 返国 乃苦 身 交思 致胆于坐 坐卧 即养胆 饮食 异常 胆也 那这个成语呢 就形容人呢 刻苦自立 发奋图强 力经图治 指振奋精神 想办法 治理好国家 这些成语 反映出的 自强不息精神 正是我们 华夏民族 拼搏进取 奋发图强的 力量源泉 我们再来看 成语 当仁不让 这个成语 出自 论语魏林公 子曰 当仁不让于师 是指 遇到何于正道之事 就算是老师 也不必谦让 那他原来呢 是指 以仁为己任 无所谦让 后来就指 遇到 应该做的事 就应该 积极主动去做 不推让 任重道远 死而后已 也出自 论语 太博 事不可以不弘义 任重而道远 人 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意思是 读书人 不可以不 宏大 刚强 而有毅力 因为他责任重大 道路遥远 把实现人 作为自己的责任 难道不重大吗 奋斗中身 死而后已 难道路程 还不遥远吗 所以呀 这个成语 就比喻 责任重大 要经历 长期的奋斗 为完成一种责任 而奋斗中身 我们经常说 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匹夫有责呢 就是出自清代的顾炎武的日之路 它上面记载着 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而已 是指国家大事 与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另外像 浩然之气 义无反顾 守正不阿 身先士族等成语 也都能表现出 知识人人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 坚定正气 挺身而上 主动担当 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同学们可以选取 类似的角度 对学过的一些成语 进行研究 大家分成小组 集思广义 相信一定会有精彩的解读 那我们就来看看 几组同学的分享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组同学的举例 他们举了 后德在物 殊途同归 宽以待人 异曲同工 我们看到 这些成语当中 他传达出的是 宽容精神 宽容精神 是我们华夏民族的 优良传统 也是华夏民族精神的 核心内容 周易坤当中就说到 帝是坤 君子 以后德在物 那这个成语呢 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经典概括 他要求一个人 像大地那样厚实 宽广 像大地承载万物 生长万物那样 在为人处事方面 心胸开阔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提倡这种宽容精神的 还有 殊途同归 这个成语呢 出自周易 有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略的记载 后来呢 就形成了 殊途同归这个成语 现在 咱们在使用这条成语呢 一般是指 走不同的道路 而到达同一个目的地 它比喻 我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啊 方法呀 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 但是 其语言呢 却是在提倡不同的派别 不同类型的思想 相互渗透 彼此交融 从而在 共同的目标下 实现有机融合 实际上 表现的是 宽容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强烈的兼容意识 一曲同工 也有这种精神的体现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组同学的分享 他们举出了 一言九鼎 信以为本 信即屯于 推成不信 言而有信 这些成语 那 信以为本 出自左传 只诚实可信 把它作为处事的根本 信即屯于 出自周易 意思是对 小猪和鱼 这样微贱的东西 都讲信用 那更何况是人呢 言而有信 言而有信 出自 论语 学儿 与朋友 交 言而有信 只说话 靠得住 有信用 一方面 我们民族 崇尚 诚信 在求生存 求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 我们把诚信 作为我们 做人 立业 和处事的根本 而对于那些 弃义背信 轻言寡信 言而无信 等不诚信的做法 我们也迟以批判态度 我们再来看 这组同学的举例 他们举出了 彭壁生辉 抛砖引玉 舔列门墙 等等 那这些成语啊 不论是自迁 还是对他人的肯定 与赞美 都是千敬精神的体现 中华民族 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 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 培养了我们民族 诸多高尚的精神品质 千敬待人 这不仅仅是一种 道德角度上的美德 展示出我们民族 温文尔雅 游礼有节的 待人风范 它更是一种 人生的智慧 生活的智慧 那以上 从同学们的探究当中 我们看到 成语 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真的是密不可分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厚德在务的宽容精神 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 信集囤语的诚信精神等等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就是始终有这些精神 在 星火相传 既往开来 它作为我们的精神力量 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 承载着我们的过去 又让我们拥有了开拓 未来的不解动力 那这些成语呀 大都来源于古代 惯用古今 正因此它承载着 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那还有的同学呀 可能会列举出成语当中的植物文化来 让我们来看一看 像这些成语 它们当中都有表现植物的一些词语 比如说 故宫和鼠 故伯书宿 沧海遗宿 一枕黄梁 高梁子弟等等 那这些词语呢 它折射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 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农耕文化 是汉语植物成语 产生和运用的基石 农耕文明 不仅仅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延续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 这些植物的成语 进而成为帮助我们 触摸汉族先民传统农业生活的一种文化形态 我们再来看这一组成语 像 那这些成语呢 体现出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 这些成语当中 它以植物为玉体 借助于植物 来树立某种人格精神 比如说 松的价的仓的仓静兴 梅的高杰傲岸 蓝的优雅空灵 竹的虚心有节 橘的淡雅清真 这些特点在中华文化当中 常常与人生的修养操守建立关联 人们喜欢借助职务 来彰显中华民族认同的道德标准或价值取向 来勉励自身 表达我们对美好品德的包扬和推崇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成语 这组成语当中运用到了很多的花 花容月貌 如花似玉 花枝招展 兰姿惠智 兰智惠心 等等 我们看 这些成语 它反映出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 美丽动人的容颜 柔弱窈窕的姿态 纯洁美好的品德 这些对美好女子的评判标准 正是居于男性视角下 文人雅士对女士的审美心理 也具有新名的民族特色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组成语 像一夜之秋 拔苗筑掌 明日黄花 枯木逢春 独木南枝 铁树开花等等 像一夜之秋 它是指从一片树叶的凋零当中 直到秋天到来了 它常常呀 是说通过一些个别的细微的迹象 我们就能够看到事物整个的发展形式 那枯木逢春 这个成语 它也可以指人或者是事物 重新获得了生机 铁树开花 比喻事情非常罕见 或极难实现 这些成语 借助于植物 表达了对人生 社会的哲思 表现出古人 善于思考 并以此来警示人生的智慧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特有生命观的流露 像这样的成语 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说 成语是几千年来 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折射 同时 成语中蕴含的价值取向 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让我们拥有了深深的民族认同感 成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者 如何对待语言 如何更好地表达 其实啊 也是我们如何善待文化 对待生活的体现 我们今天这节课 对成语文化的探究 也正启示着我们 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当中 来感悟过去 探索未来 我们语言的河流 才会奔腾不息 好 那今天留一个作业 请大家选择一个角度 对成语进行分类整理 比如说 爱国 民本 荣辱 事情 诗友 读书 岁月 动物 等等 让我们着重探究 这些成语 反映出了 怎样的民族精神 和文化内涵 并以成语当中的 什么文化为题 写一篇语言杂记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的赵孟翰老师 在本单元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共同领悟了文言文词汇的博大精深 体验了成语的丰富多彩 这节课 我们在前面课程的基础上 将继续畅游词汇的多彩世界 其实 词汇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铁板一块 而是流变不拘的动态系统 如果同学们能细心体会 就能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有的词语只属于历史 有的词语刚刚诞生 有的词语昙花一现 也有的词语虽然贯穿古今 但词意在今天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等等 这些现象的背后 有很多值得我们探索的空间 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 一起去探寻新词语的奥秘 看看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与收获呢 新词语一般指的是 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的需要 利用已有的汉语构词材料 按照汉语的构成规范而新创造的词和词语 我们从词典参照的角度来说 新词语是指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 具有基本词汇所没有的新形式 新意义或新用法的词语 即鉴定新词语的参照系 是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词形 词意和词语的用法 从时间参照的角度来说 新词语是出现在某一时间段内 或自某一时间点以来 所首次出现的 具有新词形、新词意 或者新用法的词汇 多数学者认为 一个词语从产生到被人们熟悉 成为通用的词语的过程 一般需要20年左右 因此处在这个过程中的词语 或者说产生不足20年的词语 我们就都可以算它是新词语 我们预见的新词语 都是按照怎样的途径产生的呢 如果仔细观察 也许有迹可循 请同学们观察黑板上的词汇 试着从来源途径方面 给这些词汇分分类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把新词语 分为如下几个类别 第一种是记录新事物 新现象的词汇 它们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 诸方面而迅猛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 被用来指称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的活动、行为的词语 第二种是衍生类的新词语 它们通过模仿、类推一些已有的词而产生的新词语 第三种是缩略型的新词语 为了称说方便 使事物称谓中的成分进行有规律的解缩或者省略 第四种是外来词 外来语是指某种语言 从其他语言与音译或者直译而来的词语 第五种是方言词 原本只是某些方言中的词汇 后成为通用性质的词汇 第六种是旧词新意 就是原有的词产生了新的含义 按照这样的分类方法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词汇对号入座了 比如说可爱的冰敦敦雪融融是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 它们属于新事物显然归于第一类 再比如说金领一词衍生于白领一词 我们就把它归属到第二类 一国两制这个词是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的缩略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归属为第三类 断舍离来源于日语 雅思来源于英语 它们均是外来词 埋丹是广东放言 雄企是四川放言 因此它们属于第五类 土豪这个词原来指旧城主 地主财主 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 现在往往被用来形容那些财大气粗 却缺乏品位的人 灰犀牛原是一种野生动物 但是如今有了太过于常见 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的意思 用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这就属于就此心意的范畴了 除了从生成角度探究新词语 因为新词语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关系紧密 因此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生活领域来积累新词语 比如说分为经济变化流行新词 科技成就流行新词 文化教育流行新词 社会生活流行新词等等 我们也可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来梳理代表性的新词语 比如每年都有十大新词语的评选活动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 无论是从生活领域的角度 还是从时间的角度 其实都给了我们一个了解社会变化的角度 为什么这段时间产生了这些新词语 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新词语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一段时间社会变化的体现了 比如啊 有一个很流行的词语 正能量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为何这个词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能火速流传开 人们乐此不疲地使用这个词汇 体现了人们的哪种心理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 就形成一篇新词语的语言诈记 例如啊 我们可以从起源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词 从何而来 2012年8月推出的英国心理学家 理查德·怀斯曼的著作 中文名翻译为了正能量 这个译名啊 推动了这个词的流行 他说啊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能量场 通过激发内在的潜能 可以使人呈现出一个新的自我 从而更加自信 更加充满活力 也更有安全感 作者通过各种有趣新奇的试验 得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以帮助所有身处人生低谷 长期焦虑 这就是正能量一词的由来 考察了起源 我们就可以研究这个词的泛化了 所谓泛化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的用法 它延伸到了其他的领域之中 在高频率的使用当中 正能量由用于人 而逐渐用于事 用于物 用于现象 迅速繁华 凡是积极乐观的 催人上进的 给人力量与希望的 纠结情绪和复杂的心理诉求 鲜明地涂抹着时代的情感色彩 当然 人们也有理由相信 正能量会为社会的发展进步 提供希望和动力 正能量是当下社会迫切需要 非常可贵 值得鼓励的一种精神 具有不一般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十分值得倡导与传播 正能量的出现 体现了人们 对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期望和憧憬 折射出时代的社会诉求与心理状态 也与时代的发展轨迹相契合 以上这种深入的理解 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 掌握新词汇 同时也能带动我们 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了解了新词语 也是在读懂自己的国家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思考一下这个作文题目 看看你是否能有些读到的想法呢 这个题目是这么说的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 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 有以下的词汇 请从这些词汇当中选择两到三个关键词 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 写一篇文章帮助青年朋友读懂中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新词语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动笔写一写 完成一篇作文 我们学习新词语到了这一步 同学们有没有产生一些好奇心 想看一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词语 是走了怎样的一条变化之路呢 在这里我们共同看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汇 有的同学看了以后可能会笑 觉得实在过于平常了 但是不要看不起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正是一个词汇变化的现化案例 这个词就是呵呵 有的同学可能看到这里头 此时他就呵呵一笑了 那么我请问大家 你这个呵呵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样的情境当中 妈妈的呵呵 他显然表达了妈妈的喜悦之情 那第二组呢 小明劝诫爸爸不要吸烟 根据语境我们可以知道 显然爸爸并没有戒烟的打算 因此用呵呵一笑转移话题 询问小明的在校情况了 第三组 小红对小明的自信心非常不屑 因此这个呵呵呢 含有轻视的含义 那我们发现啊 呵呵这个词因为太常用了 大家都是十五六岁的零零后 上面的有些用法 我觉得可能已经不太符合大家的习惯了 或者说大家平时啊 并不这么用呵呵一词 而在刚才的对话中 你是不是认为最后一则 才符合你的习惯呢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呵呵这个词的词义 至少在各位同学这里啊 已经出现了变化 大家可以思考一会儿 呵呵这个词 产生了哪些新的意思呢 有哪些角度可以一探究竟呢 下面呢 给大家来看一个小的研究案例 有人从年龄的角度啊 设计了一个调查问卷 这个问卷非常的简单 一共呢 只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 您认为呵呵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汇 A选项是包译词 B中性词 C是贬译词 第二个问题 是一道多选题 在以下哪种情况下 您使用呵呵的频率最高 这道题呢 给了大家若干个选项 一是微笑有礼貌 二是敷衍 不屑 嘲讽 三是用以结束 或者转移话题 四是其他的情况 我们一起看一看结果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大家可以先自行观察一会儿 显然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贬义词这个选项当中 中老年与青少年给出了差异巨大的选择 有一半以上的青少年 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是贬义的 而选择这一选项的中老年人却不多 这是第二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大家也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 有更多的青少年 在第二个选项 也就是敷衍 不屑 嘲讽 这个选项当中选择了 也就是说 大家常在这个情况下 使用这个词汇 那综合以上两个表格 大家是否能得出结论呢 而我们可以看到 聊天中 呵呵一词的使用上 存在代际差异 青少年偏向于认为 呵呵一词为贬义词 在使用上 更多是用于表达敷衍不屑和嘲讽 中老年则偏向于认为 呵呵一词为中性词 在使用上 更多是用于表达愉悦 或者转移结束话题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初的含义中 呵呵一词只是单纯的笑声 只是表达愉悦之情 而在你们的父母辈 所代表的中老年人中间呢 呵呵一词保留了 原来的愉悦之情的同时 也可以用在更加中性的 转移话题的功能上 而在各位同学的语言模式中 呵呵一词则更具贬义色彩 同学们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什么 对于呵呵一词 也许我们恰站在一个变化的节点上 当各位同学有一天成为父母 人到中年后 我想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 我想在这里 可能有的同学能感受到 语言变化发展的这种动态感了 生活中处处皆是学问 尤其是词语的变化发展 更隐藏在不经意间 希望大家能通过不断的积累 对词汇更加敏感 能够抓住每个词汇 在那个具体的时刻最准确的含义 希望大家能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 也去做一个 关于词汇变化发展的案例调查 借助各类工具书 互联网 数据库 以及图书馆的资源 完成自己感兴趣的 一两个词的小调研 给新词语或词意的变化 做一个结构图或者小档案 也希望同学们能做阅读路上的有心人 在遇到一些有代表性的新词语时 能思考以下这几个问题 该词的原意是什么 它是如何产生的 它的词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 体现了社会生活哪些领域的变化 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呢 相信 只要大家坚持思考 收获的不仅仅是词意 更能加深对社会的认识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的赵孟翰老师 这节课我们一起咬文嚼字 一同来探讨词语的辩极和词语的使用 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想必大家都很了解 就是汉语中推敲一词的由来 大家可以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阅读一下屏幕上的这个小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自真俱拙到忘我境地的甲岛 举棋不定 还不小心冲撞了韩玉 而韩玉也是立马久之 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可见 在写作时 有时候会找到一个恰当的词 需要我们大量的思考 而一旦那个词找到了 找准了 就又有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令文章光彩照人 就是甲岛与韩玉的反复斟酌 留下了不仅仅是一个典故 更是一首千古名诗 而我们在学习生活中 可没有韩玉这种高人 现身诗以元首 这就要同学们在写作阅读时 能够自己做出选择判断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词译的辩析与使用 首先请同学们用两三分钟的时间 试着填一下这四个空 这几个空考察了同学们 对修饰云这个词的量词的掌握情况 大家一定积累过一些可以搭配云的量词 而想要填对这几个空 关键是要去辨析 这个量词是否能完美的契合相应的云的特点 让我们打开自己的语库 看看是不是能想到下面这些词呢 比如说 经过筛选 我们显然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描述云 可以说一缕云 形容云的形状纤细 一片云形容云的形状舒展 一朵云 白云如花苞 似锦团盛放在天际 一抹云 由云如水彩 似墨痕 让自然的画笔 在天空中从容云然 如果同学们 对这些量词的意思 有足够的了解 那么根据材料中提示的云的特点 就不难对号入座了 如果有的同学没能填出来 甚至都不知道有哪些可以描述云的词 那么你的词汇库就需要充实积累了 词语辩析的前提 首先是心中要有储备 这样当我们在描写云的时候 不是只能写出一朵云 因为云是千变万化的 它值得拥有更多 更丰富 更准确修饰的词汇 写事物如此 写人 其实也一样 我们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 都要常常和人物打交道 而人物特点 需要我们用准确的词汇去建构描摩 有的词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在表现力上 却是千差万别 这一方面的案例 经典名片中抚养皆是 我们看屏幕上的这个案例 回忆人物形象 你能想到鲁迅先生用的是哪些动词吗 大家可以暂停画面 试着填一填以下几个空 前三句 均是来自鲁迅先生的孔一级 后面两句 一句来自故乡 一句来自拿来主义 同学们 你们都填出来了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答案 第一个孔应该填多 夺有漫步行走的意思 夺字显示出了穿长衫者的优越感 二三两句 同样写孔一级掏钱这个动作 但当时的情形却截然不同 所以在动词的选择上也有差别 在第二句当中 孔一级还是有读书人的 自尊与骄傲的 虽然和短一帮同处一世 但依旧要显得自己高人一等 排出九文大钱 生动的反映了这种内心 而在第三句中 掏钱却换成了摸这个动词 摸是一种轻轻的碰触 偷偷摸摸摸索 更有试探性的这种意味 因此这个摸字完美的体现了孔一级的窘迫 第四句 应该填横着 动词横着是个精心设置的词汇 大家想荒村横尘 活力全无 多么衰败 多么萧条 读者通过横着二字 分明地感受到了辛亥革命十年间 中国农村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 进而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凄凉氛围 并且有景极情 对于我的悲凉心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动词横着 生动地渲染了气氛 形象地揭示了背景 第五句 可以跟第一句 做一个比照 同样都是说进入房间 而且速度都不快 但是别进更突出了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少了自信 多了猥琐 符合废物的形象 通过上面的活动 同学们一定能体会到准确运用词汇 对人物形象的帮助 如果二三句我们都用拿这个词 一五句我们都用走这个词 是不是在表现力上就差了很多呢 感觉索然无味了呢 因此 在阅读时 我们要时刻留心作者的匠心 写作时呢 更要在选择词语时 注意人物的特点 我们不仅要找准人物的特点 还要找准语体的特点 什么是语体呢 语体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 针对不同的对象 不同环境 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形成的常用词汇 句式结构 修辞手段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关注语体 无论是自己创作 还是阅读文本 都要先清楚这篇文章的语体 比如说写人物对话时 一般就不能写得特别书面 反之呢 在公文写作时呢 就要使用书面语 请看下面的这个材料 对你认为不恰当的地方进行修改 这是一个邀请函 记取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为了让家长全面知道 孩子在校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并进一步和家长一起聊一聊 孩子的教育和培养问题 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促进令郎健康成长 学校定于10月15日周一 在各班教室召开家长会 到时候要求各位家长按时到会 请大家思考一下 这封邀请函有哪些地方可以修改一下呢 我们可以这样修改 第一把文中知道一词改为了解一词 把聊一聊 把聊一聊改为探讨 把令郎改为学生或者孩子 把到时候改为届时 把要求改为敬请 为什么这么改 这是一种家长会的邀请函 它属于书面语体 知道聊一聊 到时候都是过于口语化的表达 与语体不符合 再比如说令郎这个词 是称对方的儿子的敬词 此处为校方使用 使用对象是不得体的 要求这个词带有命令的语气 口气很生硬 不适合邀请的语气 所以说应该改为表尊敬的词语 大家是不是在刚才都改出来了呢 当然了 在交流和表达中 人们往往根据对象和内容需要 交错运用不同语体色彩的词语 大家回忆一下 在我们之前课程中学习的 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词语的运用上 本文采用了大量的成语 例如装腔做事 无地放屎 也用了很多的民间俗语 比如说 懒婆娘的裹脚 憋塞等等 按理说 这些口语化的语言 尽量要在如此严肃的 党的会议上避免 但恰恰又是 该文贴近百姓的主题 让这些语言 反而给这篇文章 带来了别样的味道 一装一携 雅俗共赏 嬉笑怒骂 痛快淋淋 有了以上两个环节的积累 我想我们可以试着去修改一下文章了 请同学们根据上面所讲的内容 看看下面这篇同学写的时评习作 有哪些词语有更好的选择 请你试着帮这位同学修改一下 让文章更有表现力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再见大魏王 文章的内容是这么说的 吃播出问题了 吃播刚产生的时候 可能还有其积极的一面 毕竟人皆有好奇之心 更有对生活的热爱 美食作为一种文化 也有传播推广的意义 但是曾几何时 大魏王成为了吃播的主流 谁吃的越多就越能火 真能吃成为了一种荣耀 但人的胃口有限 人的欲望却很大 为了吸引眼球和观众 催吐假吃等行为成为了洁净 有的主播吃了就吐 通过剪辑形成大魏王的假象 有的吃尽肚中再吐出来 为了流量受难 更有甚者 让自己吃出一身病 危及生命 面对这一切 不禁要问一句 值吗 吃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然首先是不饿 这显然不是大魏王们吃东西的意义 如果通过浪费粮食来换取自己的名利 显然已经不是道德的行为 因为民以实为天 你所平白无故消耗的 正是地球上某个角落的人急需的 你即将浪费的美食 正是有些孩子梦里的想象 的确 吃是一种个人行为 但浪费已经是人类的缺点 再见 大魏王 你们声称热爱美食 实则对美食没有一点的爱 所谓美食最大的价值 应该是创造美食背后的文化 勤俭的华人 每个人都会背一首叫敏农的诗 美食是用来细细品味其中的味道 更需要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个网络上已经充斥了太多无聊的东西 通过浪费食物而吸引别人的人 是最无聊的人群之一 再见 大魏王 希望你们改行之后 吃饭依旧香甜 这篇文章乍一看写得还不错 观点鲜明 有理有据 但是细读就会发现 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同学们可以回看刚才的内容 或者按下暂停键 把刚才的文章进行修改 下面我们看一个修改的案例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的题目 改成别了大魏王 我们首先要找准语题 这应是一篇时评类的文章 一般要求文章观点明确 态度鲜明 显然作者想表达的 是对最近因号召节约粮食 而对虚假吃播的整治的支持 因此 再见二字在这里 就显得有些态度模糊了 并没有将那种弃之如碧铝的态度显现出来 有别了斯图雷登 别了不列滇尼亚 永别了武器 等标题终于在前 所以我们不妨有样学样 让这个标题显得更有力度 下面一句话 吃播出问题了 我们可以把它改为 变味了 根据下文 吃播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比较积极的 只是后来开始跑偏 因此 出问题一词 无法体现出 吃播的转变过程 且用变味一词 与吃播本身就比较的贴切了 再比如 能吃成为了一种荣耀 这句话 我们可以替换为 仿佛忘记了 饭桶是一个贬义词 这句话 意在讽刺 想表达有些人 把不好的称号 当成荣誉 但能吃 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汇 因此 用感情色彩更加强烈的 饭桶一词 效果更加 讽刺的意味 就更加的浓厚了 我们再看下面的修改 人的胃口有限 人的欲望却很大 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做一点调整 可以改为 人的欲望 如果吃了就兔 通过剪辑形成大卫王的假象 有的吃进肚中 这句话 我们可以把吃进肚中 改为吞 我们这时候就找准了人物的特点 有的大卫王 为了关注 大吃特吃 就是所谓的狼吞虎咽 改为吞字 更有画面感 往下看 再吐出来 为了流量受难 改受难为受罪 受难一词一般用于 遭受到了灾难 用在这里不恰当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吃东西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首先是不饿 我们把不饿这个词 改为果腹 这里写 吃东西的意义 应该用比较书面的语言 不饿一词 过于的口语随意 食品 既要接地气 又要有严肃性 要注意语体的色彩的交错变化 你即将浪费的美食 我们把浪费 改为糟蹋 在这里呢 我们用了一个表达效果 更强烈的词 往下看 正是有些孩子梦里想象的 的确 吃是一种个人行为 但浪费 已经是人类的缺点了 我们可以把缺点 改为污点 这里头我们追求的 也是更强烈的 表达效果 我们继续修改这篇文章 再见 改为别了 理由和刚才的题目 是一样的 实则 对美食没有一点的爱 我们把爱改为敬意 与后文提到的价值 更匹配一些 再往下 我们可以把美食 是用来细细品味其中的味道 这一句话中的味道 改为滋味 滋味比味道更多了一份 内心的触动 与前文的敬意 价值 文化 一脉相承 再往下 我们可以把吸引别人 一词 改为 滑重 取宠 滑重 取宠 这就是一个贬义的成语了 我们也达到了一个 更好的表达效果 再见 大卫王 我们按照题目的一致的要求 把它改为别了 在这里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示范 当然 文中值得继续修改的地方 还有很多 同学们 你们又是如何修改的呢 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利用客下的时间 互相交流探讨一下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人物 没有唯一的答案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样的练习 具有推敲的意识与精神 在写作时 能披杀减金 使得自己的文字 更加准确生动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的赵梦翰老师 今天我们走到了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站 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领略了词语的种种魅力 体验了词语的千遍万化 课程有限 阅读无限 在以后的学习阅读中 在和这些精彩的词语相遇时 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而要有所收获 很多同学都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也许大家之前更多关注的 是人物性格 情节发展 以及主旨内涵等方面 其实 这些都离不开作者潜词造句的功劳 因此 我们不妨在以后的阅读中 从词语的角度入手进行积累 做一只啄木鸟 翱翔于词语森林之上 发现闪烁在语剧中的种种奥秘 推敲 挖掘 将那些语言中的宝藏一网打尽 这样的一只语林啄木鸟 离不开炸记 什么是炸记呢 古代 人们把文字写在木片上 零碎的木片就叫炸 记录些短小精悍的见闻 偶感 随想等等 这种文字就叫炸记 炸记并不神秘 其实只要认真读书 反复揣摩 诵读品味就能有所得 写下来无论多少 就是炸记 尤其是对词语来说 很多值得记录的要点散落在文章中 更需要我们养成写炸记的习惯 从而在阅读之后留下痕迹 有所收获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动笔写词与炸记呢 其实炸记的形式非常自由 文无定法 不过有的同学可能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 有些迷茫 下面老师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炸记形式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情况选择使用 也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炸记形式 从而提升自己的词语积累 疏离 变析的效率 我们先从炸记的不同角度来举例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最简单的炸记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 将词语分门别类的进行积累 同学们在积累的过程中 最好能形成一定的体系 给词语进行分门别类 从而一目了然 给词语找到各自的家 比如有同学在阅读左传的过程中 发现其中有很多成语的出处 于是想要对此进行积累 但是如果仅仅把预见的成语抄下来 最后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大杂热而已 如果在阅读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分类的体系 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将左传中的成语分为了四类 通过这样的分类 大家看是不是就显得更加清晰了 这样的分类不仅可以拓展我们的成语库 也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比如我们想写一篇题为 成语中的政治文化的小论文 这样的分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一手材料 你是否受到了启发 能否自行设计一个用于积累的表格呢 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称谓语 比如说表达夫妻关系的称谓语 无论男方女方 都有很多不同的称谓 古今的叫法又不尽相同 这一点也值得我们通过杂技进行梳理 首先我们也可以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积累 比如有同学是这样操作的 在这个表格当中 夫妻称谓 一一对照 一目了然 这个表可以根据同学们的阅读 不断地扩大 在此旧部一一举例了 整理出了这样的对照表 就给我们写语言学杂技打好了基础 比如说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我们可以探究称谓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革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古今夫妻称谓的变化 反映了社会变革 变迁 社会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国封建社会的消亡 夫妻称谓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大部分地区 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从称呼上看 妇女不再是见内 做饭的 而是我家领导 亲爱的 男女地位趋向平等 现在已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局面 男女开始直呼亲爱的 这也说明我国进入了开放的时代 社会伦理道德 允许人们此类亲密的称呼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词源词意的角度 进行深入的探究 比如说 先生夫人或太太 一般用在庄重严肃的场合 因为先生一般用于对丈夫的尊称 夫人起初是对诸侯之气的称呼 后来一步步屈尊到一般官员之期 财主之期 再到平民百姓之期 明代忠诚以上的官吏之期才可称太太 而后凡官僚之期通称为太太 这使得太太不可避免地 沾上了富贵奢华的气息 这一组称呼吁虽然现在已经平民化 可用于面称也可用于隐称 但其隐含着有身份有地位穿着烤酒等意思 所以使用范围受到了限制 多用于较为正式的场合 一个简单常见的称谓 如果要写杂记的话 可能还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可见词语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留待同学们不断地挖掘探索 在生活中 一些新词语的出现 也伴随着很多社会现象的发生 同学们也可以以此为契机 寻找突破口 研究一些词语的前世今生 比如网络上一度很流行的囧字 有的同学误认为这是网络时代 新造出来的字 实则不然 翻开传统的字典 这个囧字赫然在列 因此一篇考察囧字意思变化的杂记 也就忽之欲出了 同学们可以阅读一下这篇语言杂记 这篇文章首先从字元词元的角度 对囧字进行了考察 其次 这篇文章考察了囧字在当今时代的心意 他说 最早在网络中使用囧字的人已不可考 囧字用于网络语言所产生的巨大变化 可能是谁也不曾想到的 在网络语言中 囧字的意思产生了新的变化 囧在网上流行的原因 是因为囧字本身看起来像一张人脸 里面的小八字被视为眉毛和眼睛 口字被视为嘴巴 因此 因此 囧字便被网友们赋予了 与面部表情有关的新的含义 尴尬 无奈 真受不了 被打败了 等意思 最后 这篇《炸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囧字的读音和写法 古代与现代并无区别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意义上的不同 现在的囧字虽也是象形字 但两者的象形特点不同 因此 不能说现在的囧是来源于古代的囧字 两个字应该看作是同音词 也许 囧的产生和运用 是借鉴了中国古代汉字的原生坦思维 即象形 这种思维方式所蕴含的智慧 是中国特有和应该保持的东西 迥从古代的生辟字发展创新而来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虽然与原意不同 但它对古汉字的形音的沿用 却是对古代汉字文化的一种变相继承 继承中蕴含着创新 这必然对发展和弘扬汉字起了促进作用 细细梳理 一个看似简单的网络流行语 背后也有文章可作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还有没有类似 囧这个字的新词语呢 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 值得你去探寻呢 大家不妨选择一个词语 写一篇词意变化的小炸记 下面我们再从批注的不同形式的角度 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一字一词品味道 批注式炸记 什么是批注呢 是指阅读时在文中空白处 对文章进行批评和注解 作用是帮助自己掌握书中的内容 批注是我国文学鉴赏和批评的重要形式 和传统的读书方法 它植入文本 少有迂回 多是些切众肯虚的短词断句 是阅读者自身感受的笔录 体现着阅读者别样的眼光和情怀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既想要保持阅读的连贯性 又不愿放过阅读时发现的 值得品味的好词句 因此 短小精悍的批注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批注式的闸技 简单明了 可以不展开说 但是指向明确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 金圣探 在平水浒时 临冲雪叶山神庙这一段中 有如下批注 呼一日 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书下饭 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 金圣探在这里评到 闪入来 妙 酒店里坐下 随后又一人闪入来 金圣探依旧评到 闪入来 妙 这是非常简单的批注 但是又抓住了这段文字的要点 背后也大有文章 究竟为何妙 显然很重要 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一般也不太可能停下来 进行长篇大论的评论 如果让我们详细去谈 我们大概可以说 这个闪子既能体现来人的鬼鬼祟祟 有所图谋 也为后文埋下伏笔 制造了悬念 这种评论 我们大可放到以后去详细写作 而批注是闸记 就是留下痕迹 保存灵感 不放过值得探讨的蛛丝马迹 第二个例子 是勾连内容细推敲 评论式扎记 王国伟在《人间词画》中 有一段经典的评述 红杏之头春一闹 着一闹字而意境全出 云破月来花弄影 着一弄弄字而境界全出 这一段显然可以看作一个很典型的批注式的扎记 王国伟先生一针见血地找到了这两句诗的诗言所在 也点出了这两个词对诗歌的作用 但具体为何境界全出却未能言明 显然 这里如果我们结合全诗内容展开来说 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充分的赏息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一个闹字不仅写出了红杏的众多和纷繁 而且它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渲染出来了 它运用通感手法 画视觉形象为听觉 把红杏在枝头盛开的情况点染得十分生动 闹字不仅有色 而且似乎有声 让读者仿佛看到了 英歌厌恶繁花争艳的大好春光 再比如第二句 云破月来花弄影 我们完全可以延续着王国维先生的思路 给诗词中出现的弄字写一篇小总结 我们看这个案例 说起弄 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张仙的 云破月来花弄影了 你看朗月穿过流云 洒下淡淡的清灰 春花娇羞玉语 仿佛不胜春夜的孤寂 一弄字 不仅将春花进一步人格化了 而且拟太模型 更形象地传达出了 清风徐来 花枝摇曳 地上花影也跟着 婆娑起舞的情态 难怪王国维说 若以弄字而境界全出意 苏式的起舞弄轻盈 同样是借助一个弄字来表情大意的 这个弄不仅表现了动作的微妙 舞姿的变化 而且揭示了天上生活的 其乐与寂寥 尽管身在天上宫穴 可只能固影自怜 细影自乐 正因如此 诗人才发出了 何似在人间的感叹 至于王安石的 弄日 鹅黄 鸟鸟锤 也是借助一个弄字 写出了 早春时节 食堂垂柳 柔枝披伏 似于日光兮兮的迷人景象 形象地传达出了 诗人的欣喜之情 另外 无论是鲜鱼弄巧 还是弄花香满衣 亦或是朝探碧落弄云烟 一弄松生 背脊管等等 无不是借助一个弄字 来激活事情 传达出丰富的美感 给人深切感受 显然 此类炸技 我们不可能 在阅读的过程中 一挥而就 这需要我们在 批注的基础上 勾连全诗 甚至调动自己 全部的阅读积累 来完成一篇炸技 这样的炸技 更有深度 广度 让我们对 词语的积累 疏离与辩析 更有价值 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例子 见贤 思齐 学几招 防血型炸技 所谓 活学活用 看到别人用了 好词好句 在惊叹羡慕之余 关键是能拿来 为我所用 从而提升自己的 写作能力 比如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给高考生写的信中 有这样一段话 清华人 所向往的浪漫 是卷起裤脚 扎根基层 是用脚步翻阅 这个国度散落在 城市乡野 街头巷尾的故事 是无数个 寒暑日夜 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一起在书卷中拥抱 岁月山川 在实验室驰骋 星辰大海 看 这段话就值得我们 学习防血 在防血的过程中 不仅仅要学习 语段的形式 也要关注词语的用法 这段文字的特点 就是对动词的大胆使用 比如翻阅这个动作 明明只能用手来做 这里却变成了用脚步翻阅 强调了清华学子 长于实践的品质 不仅身处象牙塔 更能回报社会 这样的用法 不合理 但合情 使得文章 更加富有表现力 我们以一段防血 结束我们全部的课程 希望同学们 能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 重视词语 爱上词语 做一只博雅善思的 雨林啄木鸟 一只雨林啄木鸟 向往的浪漫 是打开书页漫游雨林 用笔尖挖掘 藏在词语之树中的 社会变迁 历史往事 或者奇思妙想 无论春夏秋冬 寒来蜀网 即使之身艺人 也要在文字中 邂逅风流人物 在图书馆穿越古往今来 这个单元的课程 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理工大学 附属中学的高中女文老师 林林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古诗词诵读 在浅吟低唱中体会 古诗词的丰富意韵 近代政治家文学家 曾国藩曾说 非高收诵读 则不能斩其 雄伟之干 非密勇田吟 则不能探其 深远之运 现代教育家 叶胜桃先生又说 引勇的时候 对于探究所得的不仅是理智的理解 而且亲切的体会 不知不觉之间 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 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 而学习中国古诗词 尤其需要诵语 因为中国的古典诗词 最初都是配乐歌唱 流传至今 虽然乐曲诗传 不再演唱 但是诗词的韵律和节奏还在 而韵律和节奏 又不单纯是语言技巧的问题 它们是和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密切相关的 情动于中 而行语言有什么样的感情 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节奏和音韵 所以 诵读诗词 能够培养对古典诗词的良好语感 进而进入角色 深切体会诗词中的情感 同时 诵读还是把书面语言转化为 口头有声语言的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 诵读者需要借助自己的理解 对诗词进行加工创作 以声传情感染听众 因此 这一单元的设计意图 正是培养同学们的诵读诗词的习惯 在声韵中寒英俱华 本单元我们选了四首作品 静女 为四言古诗 是诗经国风中之上品 涉江彩芙荣 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五言诗代表作 两首诗都不仅具有音韵美 更营造出了引发读者想象的画面美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诵读中延展想象的空间 与美人和雀桥仙两首为词 都是长短句相见 前者以长句为主 声韵流转自然 后者以短句为主 压字韵到底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错落婉转的浅吟低唱中 去体会词丰富的意愿 同学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我们平时诵读的时候 常常用到哪些方法技巧 对 好的诵读需要我们掌握停顿 重音 语调 语速等诵读的基本方法 首先说停顿 它包括生理停顿 语法停顿和强调停顿 前两者容易理解 而强调停顿是仔细揣摩作品后 为了强调某个语意或某种感情 在不需要生理和语法的停顿情况下进行的停顿 是我们诵读时需要关注的重点 而重音 不明思义 是指某些词语念得比较重的现象 分为语法重音 强调重音 又叫做逻辑重音或感情重音 所以具体语境下是否读重音 常常取决于作者想要强调的对象 和想要凸显的情感 再说语调 根据表示的语气和感情态度的不同 可分为声调 降调 平调 曲调 这几种语调的形态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们再来看语速 它是指说话或诵读时 每个音节的长短及音节之间的连接的紧松 说话的速度是由说话人的感情决定的 诵读的速度则与诗文的思想内容相联系 一般说来 热烈 欢快 兴奋 紧张的内容速度要快一些 平静 装重 悲伤 沉重 追忆的内容速度要慢一些 而一般的叙述 说明 议论 则以中速为异 诵读的节奏是声音轻重 徐集 起伏 顿挫的集中表现 调整节奏的常用方法 有愈阳先易 愈快先慢 愈重先轻等等 了解了这些 我们就需要在初读诗歌之后 去思考并设计这些诗歌 要如何处理每一处的停顿 重音 语调和语速 以获得最佳的送读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这首《敬语》 在送读这首诗之前 我们需要做两点准备 第一点就是要了解诗三百的节拍和音韵特点 比如诗经大多数是四言体的名歌 诗歌 歌词常常是二二拍的节奏 读每句诗要两字一停顿 而且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 腹踏回环的节奏 所以在朗读时 尤其要读出一种节奏美 韵律美 王力先生还曾提到 诗经中用韵的格式是多样的 因为它是名歌或者模拟名歌的诗体 名歌是随口唱的随口用韵 随时转韵也就是所谓的天籁 希望我们也能够通过感知诗歌的音韵美 去领略上古先秦人民所创造的 早期的纯美的中华文明 第二点准备就是 我们要对诗歌中先秦文字的音和意 要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减少理解的障碍 从而读懂 读准 读好这首诗 同学们可以按下暂停键 阅读课下注释 并在诗文中适当标注 做好这些准备 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首静音 诗的第一章是及时的场景 有一位闲静又美丽的姑娘 与小伙子约好在成鱼会面 小伙子早早赶到约会的地点等待 不知是被树木防射挡住了视线 还是姑娘特意隐藏 姑娘此时就是没有出现 于是小伙子只能抓耳挠腮 徘徊不前 一筹莫展 所以这一张诵读要呈现出 起初男子赞美时的寒情默默 又要展现出后来 瞪而不见的交集心情 语调应由轻到众 由缓到急 爱而不羡 搔手持除一句 尤其要读出 一位眷目至深 如痴如醉 又憨厚苦实的有情人形象 第二第三两章 从此意的递进来看 应当是那位痴情小伙子 在成鱼等候他心上人时的回忆 在张与张的联系上 第二章首句 静女其轮 与第一章首句 静女其书仅一字之不同 次句头两字 以我与似我的结构也相似 因此两章有一种 重章叠句的趋向 虽非严格复踏 却有一定的匀称感 但在不变的结构中 创作者又变换了韵脚 这些都增加了诗歌的音乐 先来读第二章 闲静美好的姑娘 送我一支铜管 色红而光亮令人喜爱 一是赠送之意 这是二人一种无声的表白 那种沉浸在爱情中的甜蜜 尤其是在月异 这两个双生字当中 被得到体现的 铜管 一种说法认为是红色的管状物 另一种说法认为 它是出生时候 红色管状的草 即下一章所说的頤 按前一种说法 是将铜管与遗草进行比较 但两种说法 疏脱同归的地方在于 男子要赞美这种普通的遗草 寻美且意 确实是格外美丽 与众不同 男子欣赏的不是其外观 而是因为遗草 是静女跋涉远交 亲手采摘来的 物微而易深 这已经超越了对外表的迷恋 而进入到了追求内心世界的和谐 和更高层次的爱情境界 而出生的柔宜 终将会长成茂盛的草丛 也含有爱情将得以发展的 象征寓意 因此第三章的前两句 应该读出男子内心的 欣喜和感动 欣赏和颤想 第三章结尾 非辱之唯美 美人之仪 两句则是以逆转的手法 表现了对恋人 憎恶的爱无忌忧式的反应 应该先读出顿挫之感 同时 这两句又可视为是一种内心的独白 即是第二章诗意的递进 也是第一章 爱而不羡 搔手吃除 所体现出的恋爱心理的一种首尾呼应 别句真帅 淳朴之美 所以最后一句 实在是应该读出 沉浸爱河的悠悠之意 素不尽对静女由衷的赞叹 又同时坚以流露 男子率真天然直性情 语调 适当的舒缓 延荡 以取得一种引发想象的时空感 整体说来 这首诗是以负的方式 借助男子的视角来写的 我们在引用中逐渐发现 逐步建构 以想象还原诗歌的动人场景 感知先秦淳朴的风俗 和纯真无邪的爱情生活 同时感受民歌的音韵之美 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 试着引诵一下 静女 诗巾 北风 静女 奇书 赐我鱼成语 爱而不现 骚瘦 骚瘦 鱼成语 静女 奇乱 以我 铜管 铜管 有尾 月异 如美 字幕 窥堤 尋眉 且意 飞 如之 唯美 美 美人 知 已 感谢鲍瑞希同学的诵读 也请同学们暂停播放 参照我们刚才的分析 发挥你的想象 来尝试吟诵一下这首静女吧 通过诵读 相信同学们已经更加充分的领略了这首诗词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举一反三 用这些诵读的方法和对古诗词的了解 去尝试诵读更多的诗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发展到唐诵时期的诗词 今天我们要试读的诗语的海银沙 里域的《余美人》 词的格律比进体律诗要更严密 复杂 我们在朗诵时 要因词牌和曲调而异 于美人原为唐教方曲 初有项羽于姬于美人 阴影为名 双调56个字 上下片各四句 皆为两字运转成 缓急必须更好的配合 遇到分阙处也要做适当的停顿 词中上三下四的七言句尤其多 朗诵时要依据句法的特点来读 同时词人在创作的时候 大多是因情选词按词定律 按词定韵 作者用什么样的韵脚 对词的情感基调影响较大 一般说来 韵字开口度越大者 越容易表现昂扬之情 开口度小因阻大者 则亦与七万之情吻合 平生韵何于慷慨之意 作声韵何于悲异之情 我们在朗诵引诵时 虽然需要依据主观理解 同时亦需充分尊重 古诗因韵的搭配规律 注意字音所蕴含的感情色彩 同学们可以发现并思考 于美人这首诗词都使用了哪些韵脚 我们又要用怎样的方式去引诵 才能更好地去体会 他所传达出来的诗词的情感 再说作者李玉 很多同学对他并不陌生 他生于南唐盛世 25岁继承王位 成为南唐后主 然而他当政期间沉迷声色 不思国政 逃避现实 这首词写于李玉被扶之后 软禁在宋都的汴京期间 李玉经历了国破家王的大悲哀 故语出自然 境界深邃 感人之深 同时这首词 语言通俗易懂 情感率真自然 同学们宋读时 务必首先整体感知 知人论事 把握既调 唐规章在他的唐颂词 简释中 是这样评论李玉人的 他说 此首感怀故国 悲愤一几 起句 追为往事 痛不欲生 满腔恨血 喷泊而出 成天问之一夜 小楼句成起句 缩笔吞咽 故国句成起句 放笔呼号 以幼字惨慎 东风又入 可见春花秋月 一时尚不得俱了 罪孽未满 苦痛未尽 仍须偷须人间 历尽魔者 下片城上 从故国月明响入 接触物是人非之意 莫以问答语 吐露心中 万胡仇恨 令人不堪足毒 通手 遗弃盘旋 曲折动荡 如怨如暮 如气 如素 可以说 唐徽章的评论 为我们的颂读 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 能不能在此提示下 细致琢磨 逐句分析出 于美人的颂读方式 再献这首千古绝唱呢 经过细心品味 同学们可能已经感受到 这首词的整体情感基调 是无限悲哀伤感 王国为评价这首词 真所谓 以血书成者也 此中有不堪回首的回忆 有痛苦难耐的现实 有结问 有自问 诵读时 语调要低沉 慢速 要以一种 长叹的语气 表现出来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前句是结问苍天 又是抒发自己 浓烈的情感 巨大的仇闷 批空而来 所以巨声 要坚强 情绪的核心词 何时 要放慢语速 强调 仇绪 无法遏制 后句 由现实 转入回忆 思绪渐行渐远 沉浸在往事当中 故声音 要渐弱 表达感情万端的那种 情绪的 知多少 也已放慢 一样 这两句 一写现实 一写过去 感情上 由愁闷的 倾泻爆发 转为 凝思 往事的 复杂情怀 诵读时 要把这种 变化 表现出来 小楼 昨夜 又东风 故国 不堪回首 月明中 这两句 也是将现实 和过去 对比来写 前句叙事 其中 蕴含着 无限感慨 一年一度 时光流转 屈辱的日子 依旧 后句 抒情 巨头望月 撕炼 故国 往事不堪回首 诵读这两句 首先要有形象感 设想自己 就是抒情主人公 夜晚 在小楼上 独自平安思虑 恼人的春风吹过 抬头 仰望皎洁的月光 想起旧日江山往事 做到 眼前有形象 心中有悲情 诵读这两句 要以平淡语调出之 语速要慢 昨夜后 停顿延长 又要中毒 东风收尾要淡 后句 要注意 切分词句 强调顿挫之感 把 故国 不堪回首 月明中 三个词组的 诵读节奏 区分感 刁蓝玉器 应由在 只是朱颜盖 这两句 既是回忆 又是推想 感慨的情绪 和前两句相比 有所强化 诵读这两句 同样要有形象感 作者的思绪 沿着故国 来到了 旧日生活的故 皇宫 刁蓝玉器 还和从前一样 个宫女们容颜 已经衰老了 眼中有形象 才会体会到 物是人非的感觉 诵读时 要把这种 深沉的感慨 表现出来 强调 切分词句 通过语音的 顿挫 凝滞 表现 巨大的悲哀 尤其是 朱颜改三个字 应该 放慢语速 加强 兔字的力度 和音量 音量不要太大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这两句是通过 自问自答来 指出胸意 是整首词 情绪的高潮 愁如春水 澎湃胸中 不可遏制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的 音韵上 连年起伏 四字平生 五字字生 以两个平生 作结 慷慨书郎 读来 亦如江水之流淌 诵读时 就要把这 无尽的哀愁 表现出来 形容 愁之深之多的词语 己多和一江 要中毒 愁和春水 要清毒 向东流 是指 愁绪的绵长无尽 声音要延长 正是因为 这末两句 将愁情 写到极致 愚美人 这一词牌 后来又叫做 一江春水 微信过后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是否更加深刻的 理解了 这首愚美人呢 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 试着颂读一下 让我们在这 错落婉转的 潜吟低唱中 去体会 此丰富的意愈 愚美人 礼欲 春花秋月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 知多少 小楼昨夜 小楼昨夜 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 吊篮 吊篮玉器 应 游在 只是 朱颜 盖 温君 能有 几多愁 恰似 已将 春水 向 东 流 优优 优优 享受 不知不觉间 我们的课程 也接近尾声 但同学们 以送读的方式 去学习 去学习 诗歌的路程 还会一直延续 希望你在学习 古诗词时 能够 音声求气 在音部的 顿荡 字音的 重倾 语调的变化 和音情的 配合当中 去揣摩 玩味 诗歌 去传达 传颂 事情 因此 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 请你借助 我们讲到的方法 根据书上的 诵读提示 在《涉江彩芙荣》 和《去桥仙》 两首诗当中 任选一首 认真揣摩 设计出 诵读方案 并在班级中 进行有感情的诵读 中国文学的历史 何尝不是一部 诗词的历史 而这部诗词的历史 又何尝不是一部 引诵的历史 从诗经开始 一直延续到 《圆曲名气》 一路走来 中国文学 不仅在优美的文字之间 闪耀着它的光芒 更是在音韵的协调之下 焕发着它的生机 引诵不衰 因此 我们在学习诗歌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的 借助诵读的方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 中国诗词 感受中国文化的 强大魅力 同时 将我们的中华文明 发扬光大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课程 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我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